看到很多老楼加装电梯的各种纠纷 但是不管多少人不认同 这都是趋势 啥叫趋势 何为趋势 说白了就是历史的走向 人类历史前进的方向 这就叫趋势 中国众多的老楼 六层七层的 其实你以为住在那里的人 前些年他不想加装电梯吗 其实他们不是不想装 而是不敢想 想也白想 想也装不上 断然无可能 而一个断然无可能的东西 想他干嘛呀 所以说一个丝毫没有可能的事 人们自然就不去想他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老楼加装电梯 不论是国家趋势 还是老百姓的心声 可都在日以继夜的盼望和推进着 这就说到一个同不同意的问题 本来一楼二楼花重金买的 因为没电梯 因为上下楼方便 所以同一栋楼 比五六七层的值钱 而加装了电梯之后 可能最贬值的就是一二楼了 正因为此 所以说全国出现了无数的案例 那就是一二楼 不同意加装电梯 什么又是挡光呀 又是挡风水呀 又是这个又是那个 其实就是怕自己的住房贬值 其他的理由都是托辞 但是现在国家实施的政策是什么呀 那就是少数人服从多数人 可以这么说 不管是六层楼还是七层楼的 从三楼开始 几乎很少有人不同意加装的 我说我住在七层 我不同意加装电梯 我不想我的楼升值 我不想上楼方便 我就愿意跑 我身体好 我爬楼 我愿意 这不纯有病吗 我觉得 如果真要有这样的人 我觉得他 应该先去北京安利医院看看 然后再决定到底同不同意 现在全国很多案例了 就是一二楼不同意加装电梯 打出的口号都是挡风挡风水 结果人家四五六七层 把一二楼给告了 现在法院判这个 通力就是看一个单元楼门 是同意加装的人多 还是不同意加装的人多 哪个多法院就支持哪个 您琢磨吧 六层楼或者是七层楼 我假设三层没意见 不参加此类诉讼 那是因为三楼加不加装 他的楼层也不贬值 而且自己呢 还还更方便 因此说不就是四五六层 诉一二层吗 结果是三比二 法院最终会判决可以加装 如果是七层楼 那就是四五六七层诉一二层 那一二层不还是 大国人写信情书吗 其实严格意义上说 能加装电梯的 如果有人不同意加装 那可以称之为此人不善 我们说与人方便才能与己方便 不要说以前啊 不要说刚盖楼的时候 那时候没能力 加装电梯 加装电梯 这是人类文明和科技进步的象征 估计有人会说 你得不想想一二楼呢 而关键是我实在是想不出 加装个电梯碍着一二楼什么事了 可能有人会说一二楼贬值 是贬值 但是如果您的房子是住的 您又不是倒过房子的 您又不是投资的 那么房子贬值不贬值和您又有什么关系 而且我假设 如果是政府推动的加装电梯 那就更没党了 政府是谁啊 政府想赚这个钱 他岂能让你给搅和了 您觉得可能吗 一往昔争容岁月 强拆都给你拆了 装个电梯还能装不上 您觉得可能吗 我说这些 我不是说我不考虑别人的感受 不考虑一二楼的感受 不是这个意思 我认为老楼加装电梯 总体而言 这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标志 总体力大于弊 OK就到这 我是非洲满舌老李三 下期再见